我最近陷入一種選擇性的困難 就是說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要投票給吳宗憲 還是投票給翁曉玲 你說法盲投票 對 作為立法院的笑鬧冠軍 對 法盲投票 笑鬧冠軍 那多了又不是只有這兩個 是以下誰是立法院最法盲的委員 A 吳宗憲 B 翁曉玲 C 以上皆是 你勾C就對了 以上皆是有沒有 吳宗憲檢察官出身 翁曉玲 德國慕尼黑 我還有黃國昌 啊 怎麼辦 吳宗憲 B 翁曉玲 C 黃國昌 D 以上皆是 勾 以上皆是就對了 你說這個選項是不是很容易 讓人陷入一個選擇性的困難 是 無奈 只好勾 以上皆是 對 因為翁曉玲呢 之前在這個質詢 陳建仁前院長的時候就說 我上對下 我上你下 是 立法是高於這個行政院的 然後他現在又提了這個案 那事實上 你都沒有好好唸孫中山 我們國父 有沒有立正 坐好 孫中山就跟你說要武權憲法 這個是你們國民黨念之在之 絕對不可違背的 首憲大將 不就是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嗎 對 那所以他的武權憲法裡面 各個這個單位都是平行的嘛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憑什麼我監察委員的規矩 由你立法委員來定 對嘛 而且你立法院現在要之前管行政院弄了個這個 還要管到一般人民有沒有 管王力傳 相關人士等等的 所以我剛剛要警告黃仁勳 你要在台灣設廠 你不要在這時候燙衰了 你被立法院管啊 你小心被翁曉玲抓去 你們去問東問西啦 有沒有 然後呢 事實上 不管是司法院或者是監察院 或者是考試院 其實他們都有內規 對 他們都有內部的自律規範 所以你看翁曉玲在裡面寫說 這個要怎麼不得 兼任其他公職 不可以從事政治活動啦 不可以兼任啦 不可以怎樣怎樣 這些本來就在人家的內規裡面 人家的自律條款裡面 本來就有這些內容 而且這個自律條款裡面 如果有違的話 行為有違的話 是要送到法院去的嘛 對 提送嘛 更何況監察院因為自己有內規 有自律的行為準則 所以有沒有印象 之前監察院的秘書長 被監察委員彈劾 曾經有過 在102年7月4號 當時的監察院秘書長叫陳楓毅 他被螞蟻公啊 還有另外一個彈劾嘛 就規定的很清楚 如果涉及刑責就會移送法辦 那如果其他的不涉刑責的 他就可以停止他的監察權嘛 對 然後這些規定其實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每一條都清清楚楚 現在為什麼輪到你翁曉玲 為什麼立法權可以來管監察委員 染指 我跟他說染指 而且還要罰款 我覺得立法院真的很愛罰款 那個擴權法案也是要罰人民 然後這個要罰監察委員 我跟你講他還有下一招 下一招他就會規範司法 司法院的這些行為法 也要由立法院來規範 就是本來的五權分立 通通回歸到一權叫做立法 五權本來就是平等的 然後你現在立法權獨大 現在要管別人 然後對於自己的立法委員的職權 卻是無限的擴張 稍微的要求說 那你如果要赴中國的話 是不是可以先暴准一下 不行 有限制不行 像話嗎 那別人限制都是你要來規定 憑什麼嘛 所以我真心覺得 國民黨有翁曉玲這種人 還有吳宗憲 我真的是也覺得吳宗憲也是很棒 那個法之後 過了之後我再跟人民說 這也是一絕 就是說你們這些 當作當國民黨門面的不分區 是不是可以稍微收斂一點 這件事情對於國民黨 一點好處都沒有 而且不是都已經講了嗎 就以民生法案 爭議性少 韓院長都開口說話 韓院長不是你們心目中最尊敬的院長嗎 他都講話了 你們都沒有在聽 提這種爭議性這麼大的法案 好啦 隨便你翁曉玲 你愛提什麼 你要管監委也可以 你要管司法院也可以 你要管考試院也可以 通通提 通通提 然後民進黨全部給我提示線 對 因為通通都違憲 他可能會提大法官行違法 對 吳宗憲不是 他會肯定大法官不能判 翁曉玲的法違憲 對 或者罰六千萬 你以為沒有招嗎 而且有在鋪陳 因為吳宗憲在立委擴權 他已經嗆完了 對 他已經嗆過大法官 大法官也要行違法 感覺有在鋪陳有沒有 然後現在 哇 推一把翁曉玲加油啦 我跟你講 我如果再搞下去 我雙手雙腳支持 賴清德總統宣布戒嚴 宣布戒嚴 對不對 動員堪亂時期 把這個全部 夠亂 不要再鬧了 不要再鬧了 什麼動用警察權 動用軍隊把這個人抓起來 這話你現在講這個 明天翁曉玲就提一個 政論節目主持人行違法 什麼 這種講法 罰六百萬 什麼 抓去關起來 我錯了好不好 小林姐 我錯了好不好 我那個被你這個算是被你嚇到 可是重要是很多人在問吧 說這人亂搞怎麼辦 他們最後舉雙手雙腳 還是會投票通過啊 陳真六位 陳真六位勇士 六位藍白的立委 你將會在台灣民主史上留下英明 英明嗎 好明 這真的留下很明 我打斷你三十秒 我們等一下會談八秒 這些人 葉元之 羅志強 王宏偉 羅廷偉 廖偉鄉 小心點喔 現在大數據說你們很危險 我打插蛋 來來 我訂回 去 那幾個我倒是沒有什麼寄望 其他人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先講簡單的部分 卓榮泰提這七點負義 當然裡面有各種理由 比方說審查的過程 對 那過程是黑箱 或者沒有違反民主原則 是 或者是裡面侵犯了行政權 很多人都寫了七點 他要負義是大家都預想得到的 對 預想不到的是今天傅昆奇回答了 好啊 負義如果你失敗的話 你卓榮泰要不要下台 對 這樣跟人家對賭 不是 你如果那麼希望 卓榮泰下台 拜託 傅昆奇 趕快提一個 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 對 你提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 很多人 我每天臉書臉書回不完了 賴總統 解散國會 不好意思 台灣的解散國會 必須三分之一立委提案 二分之一立委通過 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 這個時候賴清德總統 才能被動 被動解散國會 對 那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對他們站在民意那一邊 這麼有信心 歐曉林說他最大嘛 六層主流民意 六層主流民意 解散 你就像 你就趁這一次呢 不僅負義把它否決掉 你也順便把 卓榮泰不信任案提出來 對喔 然後我們交給我們國家的人民 好好再重選一次立委 好喔 我也鼓勵民眾黨支持 因為解散的是區域 跟他有關 全部重來 對 那民眾黨你搞不好會擴大席次啊 對不對 你還會拿下一些不分區 所以提不信任案 讓台灣人民好好決定 投案票 如果藍白過半 你要怎麼搞 隨便你了啦 有道理 傅葵琦 笑你不敢提不信任案 你不要嗆聲 提不信任案 也不用什麼青鳥什麼鳥了啦 好小鳥都沒關係啦 叫阿八 就叫阿八啦 隨便你了啦 你讓民意來決定嘛 如果國家亂成這樣子 我們做一次決定 那另外呢 洪小林案子 其實才是人民的憤怒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民眾 尤其呢 現在為什麼 花東那三個全個法案要收回去 然後傅葵琦要甩鍋給韓國瑜 韓國瑜呢 怕接到鍋 還假不容易 午覺睡飽了 還跑到那個委員會看一看 巡一巡 對 原因在哪裡你知道嗎 現在民怨衝天 是 年齡下降 對 我們最近是畢業季 我最近跑行程 連高中生看到我都說 立委加油一點 是是是 高中生耶 立委 比較加油的 是是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知道嗎 那個憤怒年齡下降 對 民怨衝天 你們不知道嗎 那憤怒來自於哪裡 這屆立委才多久而已 你知道嗎 四個多月 對啊 我想都都想哭 才過四個月 我以為過三年多了 對啊 這1月13號選立委的時候 台灣人民有授權給立法委員 讓自己的權力越來越大嗎 沒有 根本沒有啊 沒有 怎麼會改革 你的改革怎麼會弄到 立委越來越大 對 然後人民可以被罰 監委可以罰六百萬 對 你知道嗎 今天 然後行政權官員說謊要把你關起來 罰錢關起來 對 翁曉林這個監察委員這個行為法 我不是說不能 不是不能修 如果你先修立委的部分 立委造謠罰六百 翁曉林大家會給你掌聲鼓勵啊 喔 你說立委有行為法 可是立委行為法裡面竟然沒有任何罰則 沒有罰則 立法委員沒有罰則 那你去修監委就說要罰人家六百萬 你所有的法律 罰人民兩萬到二十萬 罰公務員兩萬到二十萬 然後是 監委跟立委這個都不是用法院判 對 我第一次看到公理正義用表決的 用政治力來決定你有沒有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對啊 那個是監委二分之一 立法院那邊是立委五個連署 大院同意就可以罰百姓兩萬到二十萬 罰公務人員部隊兩萬到二十萬 然後怎麼樣決定你有沒有 舉手表決 用政治決定公理正義 荒謬嘛 虧你學法律的 他這種修法管到人家監察院 然後自己立法委員沒有去好好約束自己 人民看的是擔憂啦 如果這些都成真的話 你不要真的以為以後不會訂一個 NCC來 這些政論節目 像王毅川 李正浩這些 我看這個要處理一下 政論節目行為法 康仁俊還回家彈鋼琴 通通立法 行為實行法 我回家彈琴錯了嗎 上節目 我說你錯了就錯了 上節目罰iPad扣兩千 好 那你二十萬 我跟你講 那個只能罰到王瑞德 本人是立委 立委也是官一年 我們在外面 我們在外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把自己的權力無限放大 然後罰人民罰公務人員 罰到監察院六百萬 你覺得人民不會生氣嗎 最忙的是大法官 大法官一大堆要送進來 釋憲 對 吳宗憲竟然嗆說 大法官好之為之 然後國民黨的立委王鴻威說 釋憲為什麼要給沒有民意基礎的大法官 我聽不懂 大法官就是釋憲機關 他說為什麼要給沒有民意基礎的大法官 那你們想幹嘛 你不要以為你剛才開玩笑 講那句話不會成功 那你們誰得的票比賴清德多 我們派賴清德來釋憲 他會說你賴清德只有四成民意 我們這邊有六成 那我們起訴跟判刑 為什麼要給沒有選舉跟民意基礎的 檢察官跟法官 他這樣弄西方各大智庫各大媒體 包含經濟權 為什麼要把我們的自由度跟競爭力調降 這是走向極權 單一權力極大 對 極權化的現象 極權極權 就是把 本來是三權或五權分立 英文叫 5branches或3branches 你把它弄成單一極大化 人家就考慮要把你降平等 外資投資會有疑慮 就是翁曉筠這一搞出來的 所以我坦白講 今天複議 行政院依照憲法複議 是給立法院重新思考的機會 冷靜的機會 所以 這不是開玩笑的話 如果這個複議案 民眾黨或國民黨趕快搶這個門票 國民黨如果讓民眾黨搶到這六張票 贊成複議的話 全部民怨的出口 只剩國民黨 那 民眾黨是沒有區域立委的 是 有罷免危機的只有國民黨 所以 你認為民眾黨六票 不會思考說複議 我們回來好好審查嗎 對 台灣民主歷史上 誰會登記這六個人的名字 座位有限 就像NVIDIA要去哪裡投資 機會有限 請好好把握